好来看到新城乡青年住宅启用之后呢 并开始示范两个星期的社区市集 在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日下午到晚上 希望能够活络社区活动带来地方的产业 为新城乡新秀村的青年住宅中心 有自己的篮球场了 另外还有会员制的健身房等设施 欢迎现青年安心成家住宅管理委员 为了活化社区 鼓励住户以及父亲居民们健康运动 由主委李生旭规划假日四集 而四集释放活动将分为8月18号到8月20号 以及8月25号到8月27号两个梯次 青年住宅的游泳池还有运动空间 在今年的7月左右开放了 然后平常就是我们只有自己的篮球场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中庭这边 很多就是假日的下午都有很多的小朋友跟亲子在运动 然后所以官委会这次就规划了就是假日的四集 然后这次是第一次事办 在星期就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的下午到晚上 还有包括下礼拜五六日也都有这个四集的活动 然后欢迎各个摊位可以来这边摆摊 然后也欢迎大家来这边运动 让这个社区更活肉 然后也让这边的店家也有更多的生意 让我们这边的生活的那个居住品质更好 生活机能更好 这是第一次事办 所以就是这一次大概有十几摊 然后有包括卖烤肉的 有卖衣服的 有卖二手的 有媒体的体验 还有卖那个漂亮的挂包 很特别 还有我们手做商品 有非常非常多特别的商品 那这次第一次事办 可能还有很多就是附近的居民不知道 然后也希望我们在这个四集 就是未来可以在这边持续下去 让生意 大家的生意越来越好 就是让更多的商品 可以在青年住宅这个地方 可以发展 可以活络 医生区表示 与球场网球场以及游泳池 在企业开放以后 青年住宅的中庭也成为住户 以及新城乡亲运动的好所在 因此管委会规划 加入市企活化社区 提升社区的便利性 为出租店面住户 可以趁此机会共享胜举 开门做做小生意 摊位数量也确实有限 在第二帖次 截至期一直到25号以前 有医院的摊商 可以尽快到青年住宅的 不管中心登记 记得中意 先要到